我们来介绍三角函数的积分 三角函数的积分有很多种技巧 那么在此的话呢 我们介绍正弦函数或余弦函数的n次方积分的技巧 那在这个地方我们是仅限于n式积数 所谓积数就是135711 以此类推 那么我们以这个题目来说 我们cos的三次方 那么我们怎么做呢 在做题目之前的话呢 我们需要有两个很重要的事情 要跟各位同学交代的 要用到的 第一个 我们的要点是三角函数的横等式 sine平方各位同学一定要知道 sine平方加cos的平方 永远是等于1 这个地方我们一定要用到的 第二个 我们要知道什么呢 我们要知道 以这个题目而言的话呢 cos dx 我们可以直接把它写成 dsin x 这个地方的话呢 是做什么用呢 等一下我们就知道了 现在我们来看看这个题目的解题技巧 解题的最重要的技巧就是 我们的这是几次 我们要提供一次给后面合并 怎么说呢 请看 我们这边积分的话呢 三次方 我们可以把它写成二次方 跟一次次方 好 这样子分开来有什么好处呢 我们要用的是这边 这个的话呢 可以把它合并起来 变成什么呢 变成 cos 的平方 我们要一律把它改成一个sine的形式 cos 的平方是 1减掉 sine 的平方 好 后面这是什么 后面这是 d sin x 那么这个题目就会变成一个很简单的题目 各位同学就可以直接写答案了 那如果各位同学觉得不习惯的话呢 让我来复习一下 这个题目 同学不能写答案 来 我们把它改造一个形式 让各位同学看一下 来 我们看看一个注解 各位同学请看 如果这个题目不会 请问一下 这个题目会不会 这个题目会吧 这个题目的话呢 以 u 对 1 来积分 这个地方的话呢 是 u 减掉 3 分之 1 u 的 3 次方 加上 c 所以这个题目一样的 我们就直接写了 我们直接写 这边是 u 这是 1 的话呢 那就是 等于 sine x 减掉 三分之一 这边就直接积分了 sine 的 三次方 x 加上 c 那么我们就用了这个技巧 解决了像这样的题目 那么至于说 万一这个地方的题目是五次方 那怎么办呢 情况是一样的 这边的话呢 就会变成了四次方 然后的话呢 这边就会变成了二次方 然后展开来 我们的话呢 反复的去做 四方越高 当然题目就会变得越难 就会变成了三分之一 现在就会变成了一个 ucht感变成了一个 感变成了一个